年纪大一点 讲话 比如说我在这边 这边写讲话 但是这个讲话 如果你直接打 它就看起来像这个专案的一部分 可是我可以去按这个按钮 让它变成是一个 比较小的字 就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留言一样 这个就是 这个意思是说 我对这上面的这一段 有什么意见 我就直接打在这边 然后别人就可以再直接下来 再回你 然后他的名字就出现在前面 就好像我跟你在对话 回应的意思 那这个回应是比较方便的 因为这边没有字式的规格 所以我们都是这样子用 就表示说 我如果对别人看到这个东西 他有意见 他可以在那里写留言 或者人家有问题 或怎样要跟你讲 就可以直接这样就接下去 就写在下面了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 最常会用到的功能之一 然后这边还有checklist checklist就是说 checklist是干嘛的 比如说我打一个 我随便打 我乱打了 这边有两行嘛 我都把它变成这个之后 它就 你可以变成一个工作的清单 你可以去勾选 我完成了没有 这样 然后这后面这边是那个 后面这边是一个 一条一条的那个 然后这边是有数字的 这个都很简单 你去试用一下 反正这不会玩坏 然后这边可以缩排 可以再缩进来 这是一些文书编辑的简单的东西 那如果你要传图的话 就按这一个insert 它会 其中有一个叫image 你就可以还去选 你电脑上面的图 它就会插在那边 其实这个弹性还蛮大 可是连结你打一打就 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打 我就打那个什么 你被扶帽了吗 然后 对不起 我弄好 我先拷贝下来 对不起 我弄错了 这个样子应该直接就会了吧 换行 没有 对对对 如果打http才会 会自动跑出来 对啊 它自动变连结啊 可是如果你想要把一段画 变成一个连结 也可以 比如说 你把这一段 然后你选起来 它就会出现这两个 你就可以把它变一个连结 它就变成连到那边 但是我现在要把它消掉 那我就要把它取消掉 怎么样 怎么消掉 好 直接我按那个undu undu按在哪里 任何一个 你是Mac还是PC 我是PC PC的话是Ctrl Z 就是undu 任何一个层次都会有这样子的 对我是 因为我忘记它那个连结怎么取消 我就是作弊 我用这个快捷键这样子 我还可以一直回去了 哦没有没有 只能回上一步而已 好没关系 那我就把这边删掉 反正那些都是 越来越进阶功能 你一开始先用简单的就好了 edit edit又是什么样 它就把这边缩起来而已 就是把功能列缩起来 因为缩起来没办法edit 所以它点开就可以edit这样子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设定 你可以去看它的history history就是每一个版本不同的 像我们现在 你看刚才我们改的东西就是一个版本 我可以再回复 成刚才这个版本 对我就可以回复 它就变成这个 这个样子了 对 那个add to collect 这个就是一种分类 你就可以把它取一个分类的名字 对 那已经有哪一些分类 我可以加在人家里面吗 还是我自己的分类 你可以加在别人里面 也可以取自己的分类 都很 都很那个 那我要加在人家的分类里面 人家的分类的话 你就去浏览一下 你去浏览一下右边这边 人家这边就有一些分类 哦 那个就是别人的分类 对对对 那个不是一个pad哦 它是一个分类 像比如说反黑箱服帽串联 就是一个分类 然后它就里面就好多个 对对对 然后这个还可以 所以我要看 我是不是在人家的分类里面了 你应该没有 因为你没有加入啊 你如果要 要加入某一个的话 你就是点进去就对了 哦 不是不是点进去讲错了 是说 嗯 诶 等一下 总回不去了 看一下 刚才我们那叫什么 杏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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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益应该找得到 哦 对对对 哦 就是你 你进来编 creation的话 你就要打 跟它同样名字 像刚才那个 反黑箱服帽串联 你就打那几个字 它就会夹到那里面去 哦 我打打看 它应该会自动 跑出来吧 所以我现在没有 你看这就出来了 哦 我就可以选它 已经有的 它就会告诉你 没有的 你就会变一个新的 就这样 哦 那我就打 杰益 杏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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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不用这样 因为现在只有一个 哦 我很确定 应该是只有你一个 叫这个名字 所以你说 比如说你是叫 可能就是什么 这个要讲什么 一个分类可能是讲说 呃 什么什么 建设的争议 或者是 我不知道啦 反正你可能比我熟 你就想一些分类 因为分类是说 一定要有一个以上的pad 他才需要分类嘛 你如果只有一个 现在只有101个 就是他了 就是他了 对对对 除非他现在跟 哪一些东西有相关的 有相关 可能会 可以加到文化部啦 我帮你看看 对 G0V文化部 因为你这个东西 他应该是 不用写程式的专案 哦 不用写程式的专案 其实可以 把它加到文化部 这样人家以后 在看文化部的时候 搞不好就会看到 你的 对 嗯 好 然后你可以讲说 你需要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 我需要什么 你 怎么办 我刚刚有跟你举例 就讲说 把你写的内容 哦 转成一些网络的图文 哦 就是图片啦 就是让它比较简单 能够散出去 好 我最后再讲一个 你 你这可能要拍下来 就是 教你怎么 怎么做那个 标题 哦 比如说我 我打 我现在打英文好 可能比较快 好 我打一个测试的标题 啊 它标题它在这边可以选 直接可以找到那个标题 那test我要怎么把它变标题 我把它选起来 啊 然后去按出题 啊 这边就有了 哦 然后你还可以选它的阶层 哦 是heading 1 2 3 哦 要1 2的话 它才会出现在这边 哦 我如果是1的话 就比较 比较大 哦 就底下还有一条线 OK 然后你看 我如果 所以它是title的意思 对 然后我把 我把这个东西 考到这个底下啊 然后我再把它选成 heading 2 因为这个是heading 1 它是heading 2 那这边就会有 两个都有 但它是缩排 缩进来一点 OK 所以这是一个 一些简单编辑的功能 你可以再去增加这个heading 然后 看说比如说你要打什么 打说什么 缘由 或者是什么的 你刚刚怎么跳到这个heading 我又忘记了 变粗体 啊 变粗体 OK 变粗体之后 它前面会有一个箭头 是 可以让你去选 啊 一定要先 先把变粗体 OK 好 没问题 好 那大概就这样 那就很简单了 那这个呢 呃 你刚刚这个加号是attachment嘛 那这个呢 这个是设定啊 你设定 大概其他不需要去管它 你大概只要管到history OK 对 因为有一些是 比如说把这个版 你还可以把它变成是那个 就调整它的权限 谁可以编 谁不能编 那个对 都都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都是完全开放了 哦 这样 OK 了解 好 然后 其他人 你如果去看这个的话 这个现在是因为是我编的 所以我等于定了这个 这个pad 就是这个pad有人在编的 我就会收到通知 那如果你去看其他的pad的 你如果觉得其他的坑你有兴趣 你想要看 比如说我想要定这一个坑 你就可以按这一个 你点了之后 以后这个地方有变动 你就会收到通知 嗯 对对对 大概是这样 你刚刚怎么跑出来这个的 你刚刚按哪里 我到这边去点 我回home嘛 home就是有一个一个都列出来 然后我点它 因为这一个是 常常在变动 这个 这一页是说 最新有人编过的 他就会排在最上面 这一个现在 是反黑箱服吗 在你立法院相关的收集 所以他常常会变动 所以他一直都排在最上面 那我就点进去 就 刚才只是一个 算是目录跟摘要 我现在点进来 才是在这个坑里面 才是到那个 对 然后那我就可以 再去选这个follow它 嗯 你 其实你 最好的办法学习是说 你看一下别的是怎么写的 嗯 然后你看说 你自己能不能够 学 他们的 写的东西 像这一个坑 也是长得不太一样的坑 它是收集坑 嗯 它是把其他的资源 放在这个地方 它本身 不是一个 有什么产出的 它的产出的就是 这些连结 它把那些连结放在这 嗯 对 那请问一下 像这种东西呢 是属于公开的呢 公开的 你这边可以去设它 我的意思是 你是说在哪里 这边 这个地球 它现在是公开的 但是你可以去把它变成 那个 这个我不能改 因为我还没有加入 啊 就是你 你编辑了之后 那我刚刚这个可以把它弄成公开吗 你现在本来就是公开啊 啊 我现在已经公开 已经公开 但是别人不会 没事不会跑进来 因为这里面随时都有人在开心的 哦 你如果要去关它的话 就是改这边 哦 这是只有被邀请的 哦 这是只有被邀请 这个是知道这个连结的都 哦 对不起 我弄错了 这个是 只要是G0V现在里面的成员 都可以来看 这个是只限于邀请 可是通常大部分 绝大部分时候 我们都是 对对 嗯哼 OK 好的 有少部分的情况 我们会那个invite only 比如说一些管理的资料 你总不能让所有的人 都能够管理某些东西 对 了解 好 谢谢你 不会不会 有问题可以再问我跟亚盈 亚盈其实应该也要再弄得更熟一点